美國總統拜登在華府舉行智者會 要立抗各界對於他參選到底的疑慮 雖然拜登表明堅決的參選意志 但是在記者會上他再度出糗了 他把副總統賀錦麗 講成了對手川普的名字 是我認為我最高級的男人 我會成為總統 我贏了一次 然後我會贏了一次 我會贏了三個重量 重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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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每個案子是正式的事件 他們說我正在身形 我相信我最高級的選擇 我認為我最高級的選擇 但還有其他人也可能是特朗普 但這也從頭開始開始